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互联网的东西 我都知道讲这些电脑东西是我药行来的 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和物理有关 所以我就会集中讲科学的那个部分 尽量找一些和科学有关的故事来讲多一些 好 我先申报一下李宗盛 我读书的时候已经参与了一份电脑杂志的工作 採访工作的 当时我就不懂电脑 但是我懂得写英文 我的老板是又不懂电脑又不懂英文的 其实他不知道我在写什么的 你的人生做了很多这些东西的 你那时候讲过你自己读大学 Final Year Project的时候 你交给一个英文老师你写一些物理的东西 我发觉你也是这样的 专门是这样玩人的 不是 我们当时是写entropy 写商 那他就看到之后 不要了 你找另一个做advisor 那我怀疑 后来跟我做advisor 他就没有看过我的编语 就跟着给了A架我 那为什么给了A架我呢 因为如果给A或者A加呢 他要开会的 所以不愿意见了这个麻烦 他就免得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拿这个开头呢 就是因为我入行的时候 没有互联网的 当时有没有互联网的概念呢 有 应该有 那时候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期左右 是 是 是 因为你如果正式讲互联网的诞生 其实就讲到九一年左右 其实已经有一些初刑在这里 当然你怎样为之正式去公布 有些人的时间就不同了 其实我记得香港呢 正正式式我们能够是 叫做真正正玩一下 我们今时今日概念的互联网呢 都是去到九十年代中 甚至后才有 就是看我们怎样去理解互联网这件事 这样我们今天那些网站 开始写着三个W World Wide Web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去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才叫做普及于全世界的 但是这个概念呢 其实呢 创始的人呢 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呢 已经是将这个概念去 就是叫做 在欧洲的粒子加速器那里去工作的 就由他提出了这个概念 就是做一个叫做 World Wide Web 就叫做令我们那个互联网通讯呢 能够再更新一些 就是其实呢 在有World Wide Web之前呢 我们都可以说世界上呢 都有一些可以互相连结到的网络的了 那你可不可以叫那个就叫做 internet呢 这些我要留给那些熟行的人自己去评论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互联网的概念就是 每一个人 你只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个人机器 你都可以去连结到一个 全世界连在一起的中央网络 是不是 没有这些互联网之前呢 就大家的通讯呢 就难很多 可能有各自比较散开的网络 那甚至乎就是你有 就是中间一个阶段 就是你有能力 可以如果你有足够的器件 就算没有这些这样的 今时今日这种万维网的时候 以前我们就会电脑加个modem 去打上别人的那些站那里 就是打个command 打个number 打上去 用了家里的电话线 那就是其实这个作用有少少 就是像我们今时今日的互联网了 你打上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顺便去交换你的资料 找你要的资讯 也都有一些工具帮你去浏览 但是整个网呢 本身就是文字 就是我们叫text based的 这些东西全部是看文字 看字和打字而已 没什么图像的 但是可以就是说 自从有了这个万维网 这个worldwide web之后呢 它将整个这个互联网通讯概念更新了 我们就有一些叫网页的东西 有一些可以有个link 你按了那个link 就由蓝色变了紫色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由这个Tim 他在1990年去推出这个 建议这个概念的时候 才有后来1990年代 后期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要补充一下一点点 因为做年纪很轻的朋友 事实上没有感受到 就是个人PC 最初期我们用的时候 那些痛苦的方法 就是对于我们读文学 就是读文学 所说humanities 做文科的人 很痛苦的一件事 什么叫做command C呢 那时候已经搞到我们一球云了 你记得最初的时候打了些什么 那些一条条的command 又靠叉孔 就是很多符号的嘛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违反我们的所谓intuition 就是我们的直觉 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机器的literacy 你才能够用得到那个机器的嘛 是啊 所以当时我们很抗拒电脑的 但是到了有苹果之后 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我不想要一些东西 然后以前就打很多command 他给了一个icon 就是那个垃圾桶 是 是 是 所以他 就是我想在互联网之前 其实应该有了Apple 那个界面的一个革命 所以界面的革命就是 我们不需要用一个很 用你的说法 很文字 text based的方法 是用我们直觉理解到 这个垃圾桶 我们应该扔一些东西 这个icon 我们按进去就可以做到某些东西 有了这个步骤 我们才能够想象到一个界面 就是普通人都用得到 如果你说 如果互联网 好像我们最初用电脑的时候 我想互联网不会有今天这么普及的 是啊 是啊 那就是你说呢 中间你怎样由没有互联网 建立到有互联网 怎样去建立那些通讯协定 那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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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关于一些IT人 他们做的东西 但是呢 回顾回那个历史最本身呢 就是 我们经常说嘛 互联网 是由一班什么人去人育出来呢 我们就会说是粒子物理学家的 因为无论是在美国那里 或者是在欧洲 几个那些从事粒子研究的基地 他们想将那些数据去互相去打通呢 其实他们一直是很苦恼这件事情 是怎样去做的 那你说如果在 你想想如果我们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我将一个 算到公司的那盘数 或者学生的那些成绩表的那些分数 我想传给你 我记得我读小学时期 这些东西都是用手写的 甚至乎有些学校 如果可能有个老师 在那个八九十年代 认识一点点电脑就会怎样呢 就是你不要管那个老师教哪一科 但是只要他因为认识一点点电脑呢 喂 你和我 你是不是有些电脑程式 可以帮我管理这盘分呢 就是不知道台长你有没有听过 Lotus123的这些东西 有 我们那时候有用的 是的 现在就全部是Excel 是吧 但是以前那些东西 你不是说拿着Mouse 指着哪一格就按哪一格 那些东西全部是打command 这样去做的 但是它都有能力 你学会了怎样打command 你就可以将东西 怎样加起来 除去 怎样把它搬来搬去 那都是可以的 而这个东西 如果你很厉害 今时今日你都可以用这种 就是完全全用键盘 不用Mouse的方法 去用视讯 就是用这些spreadsheet 其实才叫熟那张spreadsheet 今时今日会 中间的资讯传书 你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 你就要怎么办 传到池碟里 一个交给第二个 就是很多时候 还是离开那个人手去传信那样东西 那时候你为了去传书资料 你就希望能够建立一些资讯的通道 就是由一部机 连去第二部机 中间有个资讯通道 中间的通道可能是可以连到很远的 令到你可以做一个长途的资讯传书的 于是乎你就连成了一些 一些内联网的东西 这个网本身就跟外面不通的 但是专程是为了由你这几部机之间 能够做通讯而建立的一套网络 那当初就是因为 这些粒子物理学家 有需要将这些这样的 物理学的这些数据去传来传去 那就觉得有需要去弄一些这样的网络 那当然了 后来就是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新的应用 就是台长你记不记得香港 什么时候有维元机的? 我自己亲身做的时候 我就服务于某间的美资银行第一代 有桂圆机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呢? 就是因为桂圆机之后 有些人不懂怎样用 旁边有个电话 那他打电话上来 我们可以即时回答他 那有个人当时问 在那个机里面有个人在那里 你可不可以叫个人给点钱我? 是真正的 是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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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那个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那个概念 最初哪一年? 是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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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首先那个互联网 互联网 是的 这个是对的 我们刚才说到没有什么次序 没有什么组织 你如果顺回历史时序 最初就是建立 有人有需要把资讯传输 建立了一堆堆的内联网 OK? 然后就是说 你这些内联网之间 也有可能大家会互相通消息 建立一些大规模的内联网 最大问题就是互联网 这几个不同的LAN 或者Network 是不相比的 是的 它没有一个共同的通讯制式 是的 跟制式的问题 于是你就要想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现有 已经铺设在全世界的一些通道 利用这些东西 就可以帮我将网络上 我想将的资料传来传去 就已经可以利用到 一般人的通讯网络去做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想到 是电话 电话线 是不是? 因为当时就是说电话线 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有电话 但是基本上电话线都叫做覆盖了全世界 就是你肯铺一条电纜都打到长途电话 我可不可以将这些资讯传输 你不再需要度身订做给这部机和这部机 就直接利用我们这个世界现有的资讯通道 就比如电话线这些东西 现在来说就是光纤了 然后就将我们的资讯放在那里 你放在那里的时候有个问题 你要保密 还有大家的通讯协定的那个language 就是中间你要是用到同一种的制式 所以你要将一些东西去modulate 又要将一些东西demodulate 所以就有个东西叫modem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将你的资讯 将它转成另外一种的信号制式 去传给另外一边 再由另外一边去解码出来 它中间用的那个通道 就不再是一个你需要为你们两个之间 度身定做的一个内联网 而是就是一个本身 已经在这个城市的infrastructure 有的一个通讯系统 那个通讯通道 然后人人都有权利用这个通道 来去在网的不同部分拿东西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互联网 但是这个互联网 去到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 都还是打字的 还有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可以 就是好像我们今时今日 去那么方便有一个browser 去将一些东西去 令到你可以这么容易去显示 技术就是那个界面 是的 所以你就是说 那个worldwide web 其实就是一个用在这个 internet上面的一种界面 可以这么说 最劲的地方是怎样呢 就是当时讨计这个东西 后来发觉就是我们不需要 做那个另外一个structure出来 你用着现存的电话线 网络已经可以做 后来还要发展到无线 是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 譬如那些technical term 我们用很多什么 Land local area network 是的 那时候的公司里面都有的 但是问题是 另外的公司大家答不通的 你讲英文他讲德文 后面你讲拉丁文 全部答不通的 那湖联网最劲的地方就是 不用理 现在全部是一种新的语言 而且这种语言呢 是很intuitive的 你一按下去你就会用的 甚至处理到图像 所以后来有这个hypertext 这个概念出来 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概念 其实不是美国最先的 最先是法国 法国当时是一个很原始的电话系统 是可以text的 就是打下去 那个叫Minitel 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到 成为一个全世界都用到的一个 不过很有趣的 现在虽然是英国裔的科学家 但是在商那里 商本身都是在瑞士法国之间的 就是其实是由这班这样的 就是这样讲了 正正就是因为由这班科学家 他开创到那个概念 就是他整一样可以 未来大家都用到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讲到法国 他可能讲到就是说 他未必想到的层次就是去到 全世界人去用的那种层次 就是你如果是那个 World Wide Web已经是说 就是可以给任何人都可以去用 中间通讯制式的那些 我们不需要顾及 我们就做好一个界面 令到人人 就是你有眼耳口鼻 受过少少教育的 你都会懂得去用 而背后你会发觉就是 只不过就是由一班 从事这个物理学研究 和周边支援工作的一班技术人员 就去由这个过程里面 就产生到这种需求和这种发明出来 但我最奇怪的是 他有没有拿到版权呢? 有没有申请过 我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专利可言 但是我就知道 这种通讯协定的制式 就用到今时今日 大家都会去用 就是它定了一套规格 就可以叫做影响后世 那这个贡献很大的 但是那个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 譬如我们今天回望的时候 究竟互联网对历史的影响大一点 还是政治呢? 因为当时有柏林围墙的倒� 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崩溃 以至到是 跟着下来的千禧年之后的种种事情 回望上来大家有问题的 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 我们今天今时今日 是可以作一个结论 还是我们还要等待呢? 嗯 这么说 整件事呢 如果你说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如果你说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大家都会认同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整件事呢? 就是整件事呢? 整件事只是发生了 一个个位数字年份之间 就可以发生了这么多事 就是1989 他想到这个概念 1990提出了 公开了出来 去跟他的上级去提议了这件事 到真的整了一件事出来 去试 由他们自己本身 这班科学家技术人员之间 用了一排之后 然后就再 他在这个90年代中期 推到全世界那里 其实这个过程 真的在说几年了 就是 现在经常想起 90年代我都会认同的 90年代初和90年代尾 都其实是两个世界来的 但是这种程度的变化 你如果问我 2010年和2020年中间 牵涉到那种变化呢 我觉得 那种跳约 没有那么大 那你说2020年和2030年 那个分别 我相信也没有之前那么大 第一件事 我们这个年纪人应该慶行的 我们又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去到有互联网 就是全面应用的年代 我们又没有这个流动电话年代 到这个有流动电话年代 还有我们就 视像会议以前很奢侈 现在就发觉可以 我们随便做节目都视像会议 是吧 那你说有这样的人生 你是不是很幸福呢 所以后来的人 小过我们的人 没得羡慕我们的了 我们经历过这个转变 这个革命的转变 我们很感受到那种 的彻底的变化 对我们人生 是的 是不是一种幸福呢 我不知道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在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